哈喽大家好,我是豆豆小师弟 欢迎收看我的单人黄野生存第1277 哎哟,这个区域好像是一个休闲区啊 有石桌子和凳子 问题是,这桌子看着也太难看了吧 那咱们把它给敲掉,然后换一块半砖 嘿嘿,直接就地取材,搞一个就行了呗 OK,这样才好看嘛 哦,对了,再来看一下上面 不知道上面有没有藏着好东西呢 哎,好像没有哦 那这个区域算是搜索完了 那准备去下一个区域吧 哎,前面的区域有木尾栏哦 过去瞧一瞧 哇塞,这是一个住人的地方耶 这里面有床,有水,还有储物箱呢 这床像一个户外睡袋一样 咱们也来试一下吧 这个床是需要抱着皮才能制作而成的 最主要的是它不会重置复活点 真是居家旅行的必备品啊 那就赶紧来把它收下吧 然后这一瓶水应该没什么用吧 还是来看看储物箱吧 哎,也没啥好东西啊 那就全都不要了吧 那咱们就继续搜索下一个地方吧 这隔壁又有一个区域 咱们过来瞧一瞧 怎么感觉进入不了啊 好像是一个封闭的区域 里面有岩浆,还有雨林神像 那就直接从这上面 敲掉石头下去看一下吧 哦,原来不只有雨林神像 还有闪金块哦 这边还有小黑板啊 糟糕糟糕 岩浆已经下来了 赶紧溜赶紧溜 哎哟 我又发现旁边的楼梯有土屋箱哦 那这个区域就先这样吧 赶紧去开箱了 哇塞 不错 这些才是我想要的东西嘛 OKOK 那接下来 这边好像是一个墓碑区哦 哎呀呀 看起来还挺阴森恐怖的呀 先来看一下罐子里面有什么 就一块肉啊 没啥用 哎,我怎么又听到什么声音了 原来是你这大眼蜘蛛 吓死我了呀 嘿嘿 这边也有一个罐子 不过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这墓碑区居然还有书架呢 看来这古代的人 也是挺喜欢学习的呀 好嘞 这个区域也探索完了 那就准备搜索下一个地方吧 那就来看看 这一个大的岩浆池吧 哎,好像又有一个储物箱哦 那谁去搞了它 啊,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呀 好吧 那把箱子敲掉 然后过去岩浆池那边看一下了 啊,这个地方是能干什么的呢 我看都看不懂了 小伙伴们 你们能猜得出 这个地方有什么用的呢 而且这个地方全都是岩浆 也没有藏着什么好东西呀 那咱们还是不要随便去搞破坏吧 免得被岩浆给烧死了 哎哟 我好像又看到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好像是种植物的地方哦 这上面还有几块雨林之星乔木呢 那就把它们全部都收下吧 哎哟 这下面种的植物还挺多的呀 但是我都不想要 还是来打开这个储物箱吧 果然这里面也全都是植物 没什么用啊 后面我又找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小农场 估计这储物箱里面也是一些植物吧 嘿嘿,我猜的没错吧 那还是把雨林之星乔木给收下吧 哎哟 下面的平台又有一个箱子哦 这金字塔里面 储物箱确实是够多的呀 不过感觉放置都是一些挺普通的东西呀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在这里面 得到的最好的材料是什么呀 那这一期就先搜索到这里吧 我估计也快搜索完了 他们跟 196 就好了 进行